为追思与感念斯莱福老师的毕生贡献 目前在文化局九九展览室 展出莱福有约师生连展 展出老师与24位学生的作品 非常值得前往欣赏 老师生前非常希望来办一场学生的师生连展 那半年前呢 在学生通力合作之下呢 终于完成了老师的梦想 那感谢老师在艺术界 对学生的提拔艺术界的贡献 斯莱福老师的作品均以自然写生为主 所创立的投原画会 多年来每月都会举办写生的活动 在各地留下了足跡 并以手上的画笔记录了每一个美景 老师的作品系列非常多 目前据老师的后生所讲的 已经整理有两万多件了 那他的作品呢 有全台湾整个庙宇的系列 然后有白景系列 然后老师也有画荷花系列 然后到各个乡镇呢 去留下了足跡 也做了很多的创作 斯老师的画大概最大的独特就是他一直都是 室外的当下面对警务写生 他从不看照片不看图片来画 没有框框的没有主题的情境之下 那你怎么样去表达 这一次的展出里头就不少的作品是这样子 室外的写生 然后完了以后回家再做讲理 议员曾正言表示 斯赖福老师作与英才武术 对艺术文化教育的贡献相当大 这次在文化局所展出的画作 议员也鼓励乡亲把握时间前往观赏 斯赖福老师在乡时对我们的教友 以及对我们的文化、艺术 贡献很多 他的学生都真的结出 可比说是我们前任文宴会的主委 林金田 跟我们幕前 我们的政府必须党 他很多结出的学生 差不多将近30位 就是我们对5月7日 到5月17日 有艺术的发展 是他说真的艺术 真的漂亮 真值得我们各位乡亲来欣赏 斯赖福老师以发扬本土文化为己任 一步以脚印 一笔一身情 一身以绘画为字业 画出许多令人赞叹的美景 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感受大地万无之美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